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奇怪 黄大明上课那么吵 老师却没有处罚他 而且 下课的时候 老师叫他去办公室 还给他糖果吃 这太奇怪了 乌瓜 乌瓜 哦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刚刚去佛堂找你 都没有看到你哎 诶 你怎么一边娇花 一边又自言自语呢 哦 小林姐姐 你有事情找我吗 嗯 乌瓜 这个星期六啊 我的妈妈过生日 所以呢 想在家里办亲生会 我想邀请你去参加啦 嗯 小林姐姐 什么是庆生会啊 乌瓜 所谓庆生会呢 简单来说就是生日宴会 对于西方人来说 又叫做生日party 也就是说 只有被邀请的人才能去庆生会哦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啊 所以我才会邀请你去咯 嗯 小林姐姐说的庆生会里面有好吃的东西吗 嗯 当然有啊 不止有饮料 零食 糖果 而且还有蛋糕可以吃哦 总而言之啊 你去了之后就可以知道了 耶 好棒棒啊 想不到庆生会可以吃好多好多的糖果跟蛋糕 啊 我好希望明天就是庆生会哦 哦 乌瓜 不要那么心急啦 我知道你很喜欢糖果和蛋糕 但是你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了 我刚刚看你一边娇花 一边又自言自语 你难道又被别人欺负了吗 嗯 小林姐姐 我没有被人欺负啊 哦 乌瓜 你如果没有被别人欺负 难道是被老师处罚吗 小林姐姐 我也没有被老师处罚 啊 那到底是什么事啊 今天在学校的时候 王大明上课很吵 老师没有处罚他 而且啊 老师在下课的时候 只叫他去办公室耶 然后王大明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 手里还多了好几个糖果 嗯 所以你是为了这件事情自言自语吗 嗯 对啊 我不懂老师干嘛没处罚王大明 而且还给王大明糖果吃 哦 让我想想哦 这个啊 王大明是不是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吵闹啊 嗯 小林姐姐 王大明上课都很乖 没有在上课的时候讲话 那 王大明的功课好吗 王大明考试成绩从来没有低于七十分 嗯 这表示王大明功课应该不错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老师给王大明反省的机会吧 哦 小林姐姐 我不懂你的意思呢 哦 老师没有处罚王大明的原因有以下 一 王大明平时上课很守规矩 二 王大明的学习成绩很不错 所以呢 老师为了不要伤了王大明的自尊心 才不会当大家的面处罚王大明 至于呢 王大明被叫去老师的办公室拿了几颗糖果 我倒认为是老师已经私底下劝过王大明 但是怕王大明难过 老师就给王大明糖果吃 武光 你的花都交完了吗 嗯 师父 我的花没有交完 武光啊 交花就那么久 又没有交完花 你是不是又偷懒了 嗯 师父 我没有偷懒 我一边交花 一边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啊 师父 事情是这样的 武光在想今天在学校的事情啦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啊 哦 武光的同学王大明在上课时吵闹 老师没有当着大家的面处罚王大明 而且下课的时候 王大明被叫去办公室后 回来的时候啊 还有好多糖果在手上啊 嗯 是这样啊 我想老师是用委婉的劝道来替代处罚 这种方法在西方的教育体系很常使用 也就是少一点责备 多一些赞美 说到这件事 我倒想起了一则故事 在从前 有四个和尚 为了修行 他们一起参加禅宗的不说话修炼 结束时 能够真的一言不语地 有可能得成正果 哇 好特别的修炼啊 这样的修炼 我从来没有听过呢 嗯 小莲说得没错 这是一个特别的修炼 我也不曾听过呢 后来 寺院的主持透露 又等到不说话修炼结束时 能够真的一言不语地 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在四个和尚中 有三个资历较深 只有一个资历较浅 由于修炼时 必须点灯 所以点灯的工作 就由资历较浅的和尚负责 于是 不说话修炼开始了 四个和尚围绕着那盘灯 盘腿打坐 几个小时过去了 四个人始终默不出声 哇 这四个和尚都好厉害哦 盘腿打坐 可以在几个小时内都不说话 要是我啊 我可能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嗯 这四个和尚的定力还算足够 一般人是无法这样做的 然后 在这个时候 油灯中的油越烧越烧 眼看就要枯竭了 灯灯的和尚眼睛始终盯着那盏油灯 见到这样的情形 心里非常地着急 可是他不敢说话 忽然来了一阵风 灯火被风吹得左摇右晃 眼看灯火就快要熄灭了 管灯的和尚实在忍不住了 他大叫一声说 糟糕 灯火快要熄灭了 其他三个和尚 原本都是闭目打坐 始终没有说话 一听到管灯和尚的叫喊声 三个和尚都睁开了眼睛 嗯 这个管灯的和尚 因为说话让他的修炼失败了 其他三个和尚的心里 应该再偷偷笑他吧 嗯 这个管灯的和尚 修炼的确是失败了 后来呀 第二个和尚立刻骂他 你叫什么叫 我们是在做不说话修炼 你怎么能够开口说话呢 第三个和尚也是闻声大怒 他冲着第二个和尚说 你不是也说话了吗 太不像话了 第四个和尚 世中漠不出声地安然静坐 可是过了一会儿 却骄傲地看着另外三个和尚说 哈哈 只有我没有说话 这个故事好有趣哦 这四个和尚为了一盏油灯 先后都说了话 可笑的是啊 除了第一个和尚外 其余三个和尚都是半斤八两 互相责备嘲笑 难怪啊 修不成正果 嗯 对呀 到最后没有一个人通过修炼耶 哇 这个故事好好听 我好喜欢听师傅说故事 师傅 可不可以再说一个故事啊 哈哈 既然雾光喜欢听故事 那我就再说一个故事吧 耶 好棒棒啊 师傅要说故事啊 在公司里的张小姐和王小姐 一直以来都不合 有一天 张小姐忍无可忍地 对另一个同事李先生说 你却告诉王小姐 我真受不了她了 请她改改她的坏脾气 否则没有人会愿意理她的 这个张小姐很聪明耶 自己知道对方是坏脾气 但是啊 却叫别的同事 去当实验室的白老鼠 嗯 对呀 后来呀 自从李先生跟王小姐说了这件事情后 张小姐 张小姐遇到王小姐时 总是又和气又有礼貌 与以前相比 简直是不同的人 张小姐向李先生表示谢意 并好奇地问 你说话时 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竟然有如此神奇的效力 哇 我也跟张小姐一样 觉得李先生好厉害哦 可以劝坏脾气的王小姐改变脾气 后来呀 李先生回答张小姐 我可没有将你画的原意告诉她 我只是对她说 有好多人称赞你 尤其是张小姐 说你又温柔又善良 如果你的脾气好一点 人缘就会更好了 嗯 这个故事听完后 我有一个看法哦 那就是 如果要对方改正坏习惯 那就先从赞美她开始做起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赞美 而不是被批评啊 嗯 小莲说得对 如果每个人对别人 都能少一点责备 多一些赞美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减少纠纷 人与人之间相处 都能和乐融融 师父 我有个问题想跟你聊聊耶 好啊 师父也许不像沃光堂大师兄 包山包海的无所不知 不过师父活了这把年纪 也看过不少 或许可以帮到你的忙 嗯 谢谢师父 可是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问您啊 如果说沃光堂大师兄 包山包海的无所不知 那我们佛祖更可以说是 上达天听 下智地诀 更古千里了 我们曾经和佛祖谈天说地 谈你说我 也曾经和佛祖谈情说爱 我们佛祖是一个很好的聊天对象 你尽管说吧 谢谢佛祖 谢谢师父 师父 您还记得吗 我有跟您提过啊 我班上有一位功课很好的男生 啊 有 有 师父记得 师父还鼓励你 不妨直接告诉那个男生 你对他的感觉 然后你也要用功读书 两个人可以成为 互相切磋功课的好伙伴 怎么样 你告诉他了吗 嗯 可是 我还是不好意思当面跟他说啊 所以我就传赖给他 跟这个男生说 我对他的感觉不错 希望有机会 可以跟他一起讨论功课 还有 我跟他说 我喜欢看电影 还有看书 那很好啊 师父一直鼓励你们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把握当下最重要 那那个男生怎么说呀 啊 他只有毁我一个老头子的贴图 而且 如果我没有先赖他 他就不会赖我啊 每次都是我说几句话 他才会一两个贴图 有几次好难得的 跟我说了不少 哼 我知道 那是因为他的考试成绩不错 他心情好了 看你们这样子 看你们这样子 师父好羡慕啊 好像又回到年轻时代 师父 因为已经有想要走修行这条路 所以对很多事 反而更可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待 相信师父 相信师父 我们那个时候的问题啊 不比你们少 是花招百出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 热闹得很呢 基本上 男生和女生的思想逻辑就不一样 你说这个男生 不会主动赖你 那有什么关系 说人家没有笑容 自己可以先笑啊 再说 今天无论这个男生 是礼貌上 还是真诚地回复你 至少他都有回 不是吗 听你这样说 其实这个男生 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孩子 他并非讨厌你 只是有可能 目前他只想要专心于课业上 不然 他大可以理都不要理你 连贴图都不用回 就像悟光他大师兄 说他都快被悟光给气死了 他帮悟光下载了很多贴图 结果悟光常常以读不回 连回个简单的贴图都没有 大师兄真的很疼悟光啊 悟光是疲了一点 不过这孩子的本性很善良 乐于助人 其实他大师兄念他归念他 还是非常疼他的 哈喽师父 哈喽小莲姐姐 悟光 你好啊 诶 乌光 师父和我刚刚有说到你哦 嗯 什么 你们说我坏话 哎呀 你的坏话 如果要说的话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啦 我们再说你的赖啦 都常常以读不回耶 哦 哦 那个啊 没有啦 我祝大师兄找我 我看那个贴图 每个都好可爱 我都好喜欢啊 都不知道要寻哪个贴图给大师兄 然后就忘了回 哈哈哈哈 看来这个也读不回 好像给人造成不少的困扰 有没有回复都会成问题 古代人不可能有这些通讯工具 只有靠着纸笔传达心情 我们慈悲的地藏王菩萨 当年在安徽九华山修行 崇山峻岭之间 人烟稀少 只有一二两位小朋友 和他一起居住 一直到有一天 小朋友对于深山寂静的生活不习惯 向菩萨表达想要下山的意愿 地藏王菩萨 就送这一二两位小朋友下山 并写了一首诗 送给他们 空门急急辱思佳 离别云房下九华 爱向竹篮骑竹马 懒于京地聚精沙 平天见底修年月 波喜池中霸怒花 好去不须平下泪 老僧相伴有烟霞 什么意思呢 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 佛们的生活太寂寞无聊了 所以你们会想家 现在你们告别这个像云一样高的家 准备下九华山了 你们毕竟是小孩子 喜欢骑着竹马玩游戏 佛门 佛门又如黄金塔般的是宝地 你们却不愿在此修行 累积自己的福德 当你们拿着瓶子去西边清洗的时候 看到水面上的明月 不要想去捞 因为那不是真的 你们把自己的波带下山 在清洗时 看到玻璃花花束束的倒影 人间是虚幻 不是真实的 不要以为玻璃面 也有一个花草世界 孩子们 你们就好好地离开吧 不必为我流泪 九华山上就有陪伴我的人 天上的鱼 山边的彩霞 和远处人家的鸟鸟吹烟 都是在陪伴着我 不能怪那个小朋友啊 他们住在山山里 没有玩具 没有巧克力蛋糕 当然会觉得很无聊啊 像我住在这里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无聊的说 蛤 你会觉得无聊 我看你每天的花样那么多 忙得很哎 怎么会觉得无聊啊 再说 你都不知道 能够住在寺里 跟着师父读经修行 是要有很大的福报呢 那小令姐姐你来住啊 这样你就可以跟我做伴呢 海牙无瓜 怎么可能嘛 看到你们斗嘴 真的很有趣 你们小令姐姐 会有她自己的姻缘 所有一切 佛菩萨自有安排 我们可以从刚刚那首诗 就可以看到罗汉 菩萨的心肠 情爱 他们不会勉强众生 他们体谅人情 爱护又小 给予小朋友安慰 所说的话呀 字字句句都有无限的谅解和体恤 一切是 一切是那么的随顺 一切是那么的随顺姻缘 所以 小令 你能勇于告白 师父知道你是鼓起很大的勇气 光是这一点 就很值得鼓励 接下来呢 你就专心于功课 跟那个男生做一个良性的竞争 很多事情都是要学习的 感情也是 师父刚刚有说了 他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男孩子 相信你 如果拿功课的问题去找他讨论 他会很乐意和你互相交流的 而这也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哦 小令姐姐爱男生 人家哪有啊 你自己不也是喜欢你们班上的林小丽吗 我没有 我只是喜欢闹她而已了 小莲姐姐功课好 人又长得可爱 最重要是小莲的个性很好 被她喜欢的男生很幸运啊 佛门虽说 一切皆空 要断 可其实这些罗汉 菩萨 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佛陀的大弟子 大家社是一位大阿罗汉 出生于父家 他的父母要他结婚 大家社不愿意 说他要修道 父母亲当然不答应 而一再逼迫 大家社只好用黄金雕塑一个女子 再跟父母说 有像这黄金女子一样美丽的 才肯娶 大家社的父母就放出风声说 凡是来膜拜此黄金女子者 会有好运气 结果其中一位少女来膜拜时 黄金女子竟然顿时金光黯然失色 全被他的美貌掩盖了 原来他就是有名的美女 妙贤 哇 连黄金女子也失色 可见这位妙贤 真的很漂亮 是啊 但妙贤跟大家社说 他也是要修道 因此 他们名义是夫妻 实际上 却是过着修行的日子 经过了十二年 他们的父母都去世了 便都出家去修道 分别成为比丘比丘尼 由于妙贤太漂亮了 虽然是比丘尼 但每一次出去托波起食 都有很多少年们跟随在后面 和他开玩笑 吓得他不敢出去化缘 曾经做过名义上丈夫的大家社 就出去托波 分一些食物给他吃 反而惹了很多闲言闲语 后来 妙贤深深地开探 自己的美貌 是很悲哀的事情 便把容貌弄丑 希望做一个丑僧俊道 当然 因为他们都是伟大的修行者 把众生放置最重要的位置 小情都化为至情大悲 我们凡人是无法去比的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到 男女之间 亲子之间 朋友之间 君臣之间 都是一种情爱 而佛法 总是再三叮嘱我们 在情爱中 去学习包容 忍让 珍惜和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